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细子暴雨酿灾 房价泡汤 专家破关键 别一杆子打翻船 今年的第20号台风霓沙 它在16号的时候 与东北季风行程共犯效应 夹带了非常大量的雨弹 重创了北台湾 其中新北市细子区 有一个建案发生了 土石流灾情严重 但还好现在目前 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 可是透过画面的播送 仍然让一些民众心惶惶 那其实早年在细子 也有遇到台风侵袭 经常淹水 此建案过去也曾传出过灾情 这次的事件后 是否会影响到细子地区房价呢 就有专家分析 确实会有买方 因此就不想询问 靠山地区的建案 但整体而言 对房价的影响不会太大 那消极会的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就认为 这次的土石流并不是整个大细子 若因此影响到全区 铁定会有屋主抗议 土石流也不用针对细子吧 发生土石流不就是地势的关系吗 跟地点没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没有错 通常是以单独拿几个建案 他可能一开始在准备买土地 在规划的时候 评估没有做好 其实不只是土石流 还有那种岩壁的走向 譬如说如果他的那个是夜岩 一片一片那种岩石啊 他如果说是属于 有点像屋岩那样顺的朝向你的 那他就很容易垮下来 如果说他面对你 他的一片一片是对你 你感觉他是有点往上扬的 他就比较不会往这边倒 但是这个有太多啦 这个建案 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嘛 所以看起来他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可能就有这么一点问题嘛 或者是说他后续的变化 让他有一点问题嘛 也许原本那个区域是有直批的啦 但是后来可能不管是没有照顾啦 或者是说那边住久了 可能你自己多弄一下什么之类的 都会有一些影响造成啦 但是这次的雨量的确也是有点大啦 那你说那边呈现的状况是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那个案子就会受影响了 但是会不会有些人 很多人会怕到山里面去买房子 我觉得影响真的不大 因为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建案 会依山而盖的不多啦 就是你比例来看啦 大部分都还是比较 不管是市区的大楼 或者是重画区的大楼 这种比较多啦 做成比如说山庄这种别墅类型的 以全台湾的案件比例来看 它是比较少一点的 它会不会对整个房子有很大的影响 或者是说对戏子那个地方的房子 有很大影响 我觉得也还好 你可能靠山边的人家会担心一下 就是说那个山路怎么样 当然我们也知道嘛 就是说建设公司规划完了 交给不管是代销公司 或是建设公司 自己在销售的时候 一定会因应市场的一些状况 提供一些证据啊 我们这边有做好什么环瓶啊 我们这边有做好什么东西啊 然后相对应的 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工法做的啊 然后我们后面的山 我们是留了多少的土地是不开发的 就是为了做水土保持嘛 它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做 那还是会有人买啊 不然你说地震带 或是土壤异化区 现在是没有发生事情啊 还不是大家都在买 买完以后发生事情了以后 那可能在包装以后 又可以买了 就是因为它在异化区 就是因为它没有用什么工法 用了什么工法以后 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也觉得有道理啊 一开始可能就是人家会爬爬的 过没多久 买的人就越来越多 然后那个地方又被炒作上去 像这样子的案子跟区域 一直以来都有嘛 对不对 曾经发生事情 后来呢就是用 我们用因为当时就是 它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好像去指责一些错误嘛 我们这个建案绝对不会 我们很重视什么 所以不会 这第一个案子可能卖的很辛苦 可是后面的案子就是 全部开始炒作上去了 越来越高了 那个区域又被炒作起来了嘛 但这个是在房市 比较好的时候 你比较有机会这样做啦 房市不好的时候 的确你会这样子 比较有点辛苦啦 不过它毕竟没有人员伤亡 就是很严重的人员伤亡 或是很严重的纠纷 比如说什么像林肯大军那种 就是比较严重的纠纷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 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新闻爆一爆 过没几天可能大家就忘了啦 这个不会这么 有扩散 其实我觉得那个 在播那个东西吼 其实假设的话 我个人觉得啦 有那么一点点政治炒作的意味啦 感觉好像就是记者要有东西爆嘛 那要扩大的原因是 不管是谁有到现场 好像讲话安比较晚到嘛 还是没有到忘记了 这个我们细节不谈 因为这个有点忘记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这个以前有类似这样的新闻啊 爆一爆 可能中午新闻爆一爆吃个饭 然后隔天大家就忘记了啦 这不会是这么严重的啦 我觉得不至于有任何的影响啦 不过这一次的这个影响 我个人感觉政治意味浓厚嘛 就是谁有到现场去 贪灾啊 对 那这个就变成是话题了嘛 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原因 会让这一个新闻 可能稍微延长一点点 他的寿命啦 但不至于去影响说 整个区域的房价啦 但是之后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会可能对 譬如说山坡地的房子 你会有点担心或者说 对于他们的一些随度保持啦 跟一些工法啦 一些相关的鉴定报告 是不是会抱有一点怀疑 有可能会嘛 对吧 但是你说会不会真的影响到这样的房价 因为会喜欢住这样的产品的人 还是会喜欢啦 你跟这个自然为零住在一起 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照顾好自然 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状况嘛 那你说在市区搭棋 有时候会有淹水啦 有时候空气品质差啦 或什么之类的 这个大家就慢慢能够接受了嘛 可是这些东西是天天你在接受的事情啦 噪音 空气品质 塞车 你天天都在接受这些事情 只是他每天少少的量让你可以忍受 是长期性的像慢性的这种的感觉 可是你坐在山里面 哎 环境好啊 空气好啊 你就是可能真的是 久久一次暴雨暴亮 然后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前提是 没有造成生命危险的状况下啦 万一他真的是 不管是坡度啦 衰退保持这都没有做好 他真的是很危险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不算在内去看 会危及生命的 不然的话就偶尔这样的一个吐石流 可能像他真的是碎一点点 那但大部分的这种删去的 都不会到很深山啦 这种案子也没有这样的状况嘛 所以我相信 还是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案子啊 因为他平常必须要忍受其他的东西 这个就看会不会因为政治的关系 让这个新闻再延烧多长吧 可能会延长到九合一结束吧 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弄个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啦 要拉太长了 那下次台风来的时候就会说 戏指的民众请小心 台风8888 对之类的 所以好不好 那这则新闻就这样子吧 我们就看看他会拉多长吧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法老吉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